各位同學 大家好 我是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協議的校長賴政昌 首先歡迎各位同學 再一次回到我們空中教育的行列 尤其這一學期開始 我們又有很多新的夥伴 新的同學 加入我們這學習的陣營 那我們知道空中學院來講 這個從創設到現在 已經有三十幾年了 在這裡面來講 也培養了很多優秀的學生 也給我們很多的同學 有很多學習的成長機會 尤其是各位同學的話 我們很多都是說在外面工作 已經事業有成 或者是說家庭美滿 其實在工作跟家庭的照顧之宜 又再來回到我們這一個學習的 這個過程來講 這個精神我們是非常的感佩 那當然我們知道說各位來講 可能不同於一般年輕的學子 你們可能要來參加這個學習來講 可能要比他們有更多的毅力 或者是有更大的強烈的學習動機 這我想這是我們的各位同學 你們最難能可貴的地方 那我相信說你們來這個學校 要學習的話我們只要說好好的自己 我的規劃 你們可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有很豐富或者是很多的這些知識上的成長 那校長利用這個機會給同學做一個建議 你們最好能夠說在這個學習的開始的時候 設定自我的一個學習目標 你可以把自己設定一下說在這一學習裡面 你想要得到什麼或者想要學習些什麼 那我相信說能夠說自我設定的目標 等到我們學習結束的時候 你在檢討你的這些目標跟你實際達成的有多少 我相信說這個也是我們一般的成人教育 跟一般的學生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我們更強調或更重視同學自己的自我管理 或自立的精神 那這是說利用今天的機會 給同學做一個第一個建議 那當然也想利用 校長也想利用這個機會 給同學再做第二點的建議 就是說我們同學固然在工作家庭之餘 其實都很忙碌情形之下來 學校學習已經是非常的忙碌 但是校長還是要建議同學 如果在行有疑慮的時候 還是能夠多多參加學校的這些社團 或班級的活動 因為我們知道說來空中學院念書的話 除了說你對知識的這些成長 或者是收穫以外 如果說你能夠說在這個過程裡面 多多參與這些社團或班級的活動 可以讓你的學生生活回憶更多采多姿 而且你也可以在這裡認識的更多的一些朋友 或者是一些同窗的好友這樣子 這些不論在以後你在工作上 或者是說在你的人際關係上 都會有很大的一個注意 那以上這兩點是校長想要利用 在今天開學的時候 學習新的開始的時候 跟同學做一個建議就是說 你們要對於這種知識的學習要強調自我的管理 自我的要求 自己設定目標來做這種學習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說 在學習的過程裡面 如果說有可能的話 要盡量的多多的來參與這些班級跟社團的活動 來豐富你的學習生活 你的學生生活 那以上這兩點是校長利用 今天學習開始的時候 跟同學做一個小小的叮鈴 那當然也預祝各位同學 在這一個學習的過程能夠順利成功 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謝謝大家 謝謝